正義嶺南 坑鄉有利的發言 現在台灣 現在的台灣 墮落的不只是這些政客 連出家人都墮落 一個張志軍一個小小的國官 去參觀這個佛光山 雲雲法師還擺出這個 比十八同仁像還要更大的陣仗去迎接 人家釋迦牟尼也沒有這樣迎接了 所以把他查在那裡 街上大家人都不知道 你去查查看到現在佛光山基金會裡面 登記的人的名字是誰 還在雲雲的名下 更奇怪的是 自由就出家的人 竟然還有家屬的名字 這是鐵的事實 在這個佛光山的佛門聖地 擺開重大的架勢 比迎接馬英九 比迎接毛澤東還更大的陣勢 來迎接一個小國官叫張 張志軍 台灣人墮落到這種程度 宗教就不會關心社會嗎 我剛開始就在講 美國最混沌的這本書 革命分子耶穌 他就講得很清楚 在西元一世紀的時候 耶穌就是彌塞亞 就是團結猶太人 起來對抗羅馬帝國的革命分子 他的形象慢慢的變成 今天的耶穌 是三世紀以後的事情 所以今天這些學生所做的事情 完全符合基督教最高的道德標準 就是這些學生就是台灣的彌塞亞 就是台灣的希望的所在地 所以不要讓他受難好不好 好 那麼最後呢 我們請大家呢 就因為是Q&A的時間 讓比較多的時間 讓各位同好朋友發言 那麼發言的時間最好是問問題 而且很簡短 讓那個彌塞亞能夠徹底的來發揮 在座有沒有人要開始提問 好 最後面 來那個用麥克風給他吧 小姐請到前面來那個收音 林教授好 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下 剛我們提出說 中國是中國 台灣是台灣 然後一變一國 那這時候在實務上 我們怎麼樣落實台灣能夠獨立 台灣獨立的這個實務而做吧 謝謝 這個 今天啊 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啊 我想再多的諸位啊 應該想起一位 一個人啊 那就是阿扁總統 陳水扁做了兩件事為台灣 一件事 他在國際 他以台灣總統的身份 公開的向國際社會 發出了一個宣誓 那就是什麼 一邊一國嘛 在陳水扁之前 誰以總統的身份 像國際社會這樣的表達過 台灣人辛迪利的聲明 陳水扁這樣說 第二件事 陳水扁讓台灣呢 變成一個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就是這樣 陳水扁執政八年 當時美國的有一個 有一個自由之家所做的調查 台灣的自由度 和日本是一樣的 整個就是在自由國家裡名列前茅 那陳水扁做了這兩件事 那剛才這位頭 可是現在陳水扁在監獄裡 沒有經過正當程序的審判 完全違背了 現代法治的基礎 也就是無罪推定的原則 沒有經過正當程序的審判 他的整個那個審判程序啊 有太多的這個 這個不正當的地方 那麼自從 提出了一邊一國之後啊 我們怎麼來實現這樣的一個 國家理想 那我想呢 他需要一場 國家正名革命 也就是屬於台灣的茉莉花革命 那麼在這裡呢 大家必須明白啊 就是任何一場革命 都不是誰發動的 我曾經有一句話 即便是上帝 也沒有能力去發動一場革命 革命都是怎樣呢 都是強權者 逼迫出來的 比如說這次的太陽花學運 佔領立法院 是不是被逼迫出來 如果沒有馬英九政府指令 完全破壞民主憲政程序 三十秒鐘就要通過一個 和國運相互攸關的這樣的一個法案 學生們會去佔領立法院嗎 佔領立法院當然是一種茉莉花革命的行為 是主權者 意志的表現 所以呢 怎樣來發動 怎樣來進行創建台灣共和國啊 前提是 中共暴政 中共強權 和投共賣台的國民黨權貴 再加上 民進黨裡的 像謝長廷 郭正亮一類的小政客 他們將聯手啊 在2016年到17年之間 把台灣的命運啊 逼上 逼近死角 什麼時候叫做逼近死角呢 就是當他們 誘使也好 強迫也好 兩岸簽訂所謂 一個中國框架下的 軍事互信協議的時候 也就是把台灣的命運啊 逼近了死角 如果台灣簽下了這個協議 就等於簽下了自己的 政治上的賣身器 所以當他們聯手啊 把台灣的命運逼近死角的時候 也就是台灣人民 以國家證明革命的方式 來回答強權的時候 那具體 當然有很多具體的一些這個方式和方法了 其實在台灣大國策 台灣大國魂這些書裡我都都寫過了 今天時間關係就不能多說 總之 啊 命運把台灣逼近死角的時候 就是台灣啊 創建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請想一想 連香港 那樣的一個地方 完全已經被中共 這個 關進了它的主權範圍 香港人現在還敢於如此 勇勇奮 為了維護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權利 我們台灣有什麼可怕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 如果能夠形成一個 國家命運的 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同仇敵愾 萬眾一心 眾志成成 任何強權在這樣的一個自由人民的 堅定的國家意志面前 都會 會不成軍的 對此呢 我們一定要有 強烈的自信 共產黨有它強大的一面 也有它虛弱的一面 大家想一想 前蘇聯帝國 當時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軍事強國 怎麼轉瞬之間就煙消雲散了呢 那麼強大 為什麼突然之間就滅亡了 因為它已經喪失了 在人的心 心靈中喪失了存在的基礎 現在在中國 絕大部分人的心底裡 中共暴政已經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所以它一方面強大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極其脆弱 關鍵就是看啊 我在我是親歷了1989年的那次學運的 我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師啊 我們1989年的那次全民的反抗 之所以沒有成功 第二年就是前蘇聯就崩潰了 在全民的反抗中 為什麼中國沒有成功 共產黨存在到今天 那是一個偶然性 不是必然性 當時沒有成功就是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 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因為當時沒有勇氣 果斷的把全民反抗 轉化了一場人民起義 徹底的摧毀中共暴政 像前蘇聯人民第二年就做出了那樣 我們放棄了 放過了這個歷史的機遇 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還要被歷史所羞辱 第二個原因就是 第二個原因就是 趙紫陽啊 中國的趙紫陽沒有像那個叶爾辛那樣的 和共產主義制度 徹底決裂的這種政治勇氣 有的人說 知道叶爾辛是怎樣領導著探戈車 軍隊派出來要鎮壓民眾 那叶爾辛是怎樣領導著那個坦克車 不去鎮壓民眾 反而直接開進了蘇共的中央總部嗎 叶爾辛當時啊 拿了一瓶福特加 一口氣喝下半瓶 然後把那福特加一摔就 站到坦克上說 領著坦克就衝進了蘇共總部大樓 那我們的趙紫陽呢 很惜命啊 每天打高爾夫球 不喝酒 沒有那樣一個 酒徒的勇氣 所以呢 中國錯過了那次機會 但是呢 今天的中國 再一次形成像八九年六四那樣的 全民反抗的所有的因素 都已經成熟了 等待的只是一次 歷史的偶然性 來點燃這次東亞大陸上的 政治大變革的 歷史進程 那台灣所要做的 自由台灣所要做的 就是在這個大變動之前呢 千萬不要被這些政客們 把台灣出賣了 千萬不要在這個之前 就被極權專制 把自由的台灣 關進了他們的政治法律牢籠 好啦 這個問題就回答這麼多吧 更多的內容 7月27號我再講 謝謝 還有沒有 來 我想請問一下 請到請問 這個要直播 所以講清楚一點 大家 聽眾聽得清楚一點 我想請問一下 先生 就是 像日本跟南韓 我們都不會懷疑說 它是一個獨存獨立國家 那勢力也蠻強的 可是他們的國家要長久安全的存在 目前來說還是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背後的老大和美國 那你對於台灣跟美國 還沒關係 你有什麼看法跟建議這些 這個 美國呢 如何理解美國 美國總統華盛頓一句話 叫做 美國只有利益 沒有朋友 理解了這句話 就知道如何理解美國 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國家 實用主義是他們國家的哲學基礎 那麼美國在決定他的國家利益的時候 由他自己的考慮 但是同時呢 美國又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人民的意志 在相當程度上 由於通過選票 決定著 政客的行為 也就是政客在做事情的時候 他必須考慮到他的政治道德基礎 他不能夠違背 人民的 意願 因為那是確實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那麼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七十年代啊 美國政府內部出了兩個人 一個叫基辛基 一個叫布爾金斯基 這兩個人呢 都是猶太人 特別恨這個蘇俄 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 因為他們殺過猶太人 於是呢 就引導美國的政策 和中共強權的階層同盟 來對付前蘇聯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美國出賣了三個盟友 第一個盟友就是中華民國了 出賣了三個朋友 第一個就是中華民國 也就是台灣 出賣的第二個朋友呢 就是藏人 因為他們一直在支持西藏一個遊擊隊啊 在這個中印和 和尼泊爾和中國的邊界啊 這個藏人遊擊隊經常越境襲擊 中共的這個政治目標和軍事目標 當時最多的時候 藏人遊擊隊啊 發展到一萬多人 那麼他們為了跟中共進行這種政治交易 就斷絕了對藏人的這個支持 很多藏人悲憤的 從這個斷崖上跳下去了 摔死了 第三個被出賣的盟友就是南越了 那麼美國這樣的一個實用主義的國家 今天呢 他又一次啊 他的國家利益 又一次和台灣的國家利益重合 不久前還沒有 那時候當阿典總統說出一邊一邊的時候 美國人政客啊 他惹共產黨說阿典是個麻煩的製造者 陳隨便難道不知道自己說出那句話 意味著什麼嗎 對他 當然知道 但是他一定要說出 台灣人的利益來 台灣人心底里的聲音來 因為他當的是台灣的總統 不是美國的總統 那現在的美國要重返東亞 為什麼 就是共產 美國發現啊 共產黨的太子黨十八大上台以後 已經開始了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一個極其強悍的階段 而且在這個階段呢 中共極權主義擴張的第一步 它的政治目標和法律目標就是 要取代美國在大東亞地區成為國際直序的和國際法的立法者 那麼美國為了它的利益肯定要重返亞洲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亞洲的一系列的自由民主的國家 或者半準自由民主的國家 為了對抗這個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 實際上已經逐步的形成了一個聯合的陣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台灣啊 從來沒有這樣好的一個國際機遇 來獲得國際社會的援助和 和國際上的正義的力量結成同盟 哪怕是潛在的同盟 所以從現在這個角度來看啊 在未來的兩三年之內 台灣和美國的 關係啊 將會越來越好 具體的證明之一就是這個希拉蕊啊 前幾天接受採訪的時候 已經明確的告誡了台灣 儘管我們早就說了無數遍 美國政客們現在終於也肯說一遍了 他告誡台灣人啊 經濟上如果過分的依賴中國 你們會被動的 跟中國的打交道的說 你們要劃下一個底線 這個紅線是不能越過的 所以這個表態呢 也說明了現在台美關係的一個現狀 謝謝 還有沒有 來請 首先謝謝嚴教授這幾年一直對我們台灣 台灣的前途命運的關心跟提醒跟故意 這個台灣齁 有一個不爭的事實 很多人這樣講嘛 台灣四百年來都 一直 在被殖民的當中 好像說有那個奴隸性 以至於 阿扁總統執政的八年當中 給台灣人 有一個抬頭挺胸 有一個尊嚴 覺得當台灣人 臉上很有光 那二零零八年以後 台灣人就覺得 這五年來 台灣人過了什麼生活 那為什麼 今年二零零四年的選舉 是不是會很樂觀嗎 有人覺得說 不見得 為什麼 為什麼 有幾點 因為 國民黨來台灣五十幾年的這個教育 從小開始 叫我們要做一個 把握那個問題重點好不好 你是問問題不是來演講 演講改掉半兩個小時讓你講 那我就是說 想請問那個 嚴教授 那至於 台灣人 要如何的 呼籲那一些 曾經已經有一些 既得利益者 還有一些已經被 國民黨的教育的人 還有其他人應該怎麼樣 呼籲他們 要重新認識說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謝謝 謝謝 這個你來回答吧 其實到現在我是默默的在聽 其實有幾個問題啊 台灣人要把它講清楚 現在這個階段就要講清楚 好剛剛講到一邊一國 裡面提出這個問題 你怎麼處理 我們很簡單看出來 從故宮國務院的東西在那邊展覽 到國民黨玩弄的這個表演 其實 我說外省人不正確啦 就是說國民黨的外省權貴 一直要把台灣從日本那邊隔離出去 然後用仇日的情緒來把台灣和日本隔離 但是 台灣和日本目前的命運 絕對是一體的啦 同樣的民主體制啦 現在的軍國主義在中國不在日本啦 不要再相信國民黨放屁啦 也不要再相信中共的說法 今天日本是一個和平的國家 民主的國家啦 它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 中國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 今天日本和台灣同樣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所以我們必須勇敢的站在一起啦 美國也許不可以信任 但是日本絕對可以信任 可以信任的原因不是日本人特別好心啦 而是他離不開台灣啦 台灣如果被中國哪去 流球就保不住 流球保不住 日本根本保不住啊 所以不管你國民黨怎麼玩弄民主主義 愛國主義那些流氓的手段 台灣和日本要勇敢的就站在一起啦 這大家都不敢講 勇敢講出來 勇敢敢講出來 國民黨就有一天馬里說你是漢奸 我本來都不是漢啊 用什麼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的 對不對 台灣和日本絕對要站在一起 台灣和日本有共同作戰的經驗 有戰友的經驗 所以不只是说我这样讲 蒋介石就是这样干的 蒋介石时代的军队 根本是破铜烂铁一堆 推到台湾来的时候 是请日本的白团的将军 来训练台湾的军队才有今天 第二个台湾的契机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现在 不断的扩张他的军力的结果 他在南海想要亮剑 在东海想要亮剑 在南海竟然 越南打一打和美国打一打看看 然后在东海和日本去打一打看看 再打一场甲火战争 那就是台湾最好的独立的契机 你说对不对 对 但是台湾有一个问题 你要坚定的站在台湾的立场 这就战争打起来 我们站在日本跟美国跟一边 那这军队都说出来 现在国民党那些将领外省将领 为什么跑到中国去 就像中国表态了 打起来我站在这边 但是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 台湾被殖民了这么多政权殖民过 但是台湾得到一个 现在得到一个 四百年来没有的契机 四百年来不要有的机会 做兵的是台湾人 抓青的是台湾人 所以台湾人 要把我们的军队告料 建筑的时候保护台湾 中国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马英九那么紧张 在他内齐里面六年 拉拔了一百多个将军 这一百多个将军是 李登辉加上陈水扁 用十几年的时间 拉拔起来的将军 通通把他换掉 换成马英九的将军 为什么 他对军队没信心 因为骑牌的是台湾人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台湾人要站在左边 对不对 你要知道一旦发生政变的时候 最有力量的不是上将 我跟你说 都是修长最后 你看看韩国的政变 全朵范如太宇政变的时候 他们两个只是白马师的师长 修长一只车而已 把这个川普总长 蔡克星 四个星 过来都抓到关系 所以台湾人要有信仰 要跟我们驾驭教导 我相信 太阳花学院的学生 不久就要去当兵了 这些人在当兵里面 就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力 所以台湾人在这个时候 要坚持 要理性 要明辨 清清澈澈 司律要清澈 对于政客那些胡说八道的事情 马上要给他指责 要给他纠正 电视台里面就拍到他给他叫 台湾人现在还很傻 年代 三立 民事 这些民嘴 你给他通计 通计看看 这一二十个民嘴里面 有百分之九十 以前是马逝的 你以为他改过向善了吗 他现在是讲民进党的话 绿色的话才有终点费可以赚 才可以被邀请到那边去 为什么他们不邀请阿娃来去 我一个去就怕死了 但是我在旺贝福的节目 在民事的节目 就会碰到走到没路 他就不敢搶我去嘛 很简单嘛 为什么他也不敢搶我去嘛 因为我永远是绿色 永远是台湾人嘛 这群人现在 这群人你不要以为他们骂马逊 你会很痛快啊 选举以前你看看 这群人都骂马逊的 所以台湾人讨厌要清楚 为什么要把这个验驹 这么重要 你不要只要这百多人而已 这百多人而已 经过这个现场的转播 陷入的联播 那不是百多人呢 是几个人 几个万人呢 所以我们就看那个袁峰币 为什么全台湾这样子 借着签书会 这个民意 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 做的是启发思想 结合群众的运动嘛 这才是重要的啊 所以你们要买我的书啊 要买我的CD啊 我用二十年的时间 整理台湾史 讲十个小时的 一个CD 卖你一千两百块 你说很贵 我念了十年的齐门顿甲 请教不少专家 讲一个小时 假如你买那一个小时 我讲齐门顿甲 我跟你说 超过千二块的铁蛋 那还不可以咬了啦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不是在卖药 不是啦 我是把整个事情 台湾人要搞清楚 重点在哪里 谢谢 还有哪一位 好 请 谢谢 谢谢 谢谢袁教授 还今天开做团队 那我想请问是 因为昨天大家有看到 那个佛光山那边说 希望在六百三十天之内 签订两岸和平协议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就是代表说 之后集统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了嘛 那但是其实 因为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 缩短缩短缩短缩长不长 但是 其实台湾人民是很健忘的 然后虽然 一直都在团队在抗争 那其实我很怕这种事情 到后来 大家会变成政治很难卷 你们又在搞抗争 就麻木掉了 而且 就是新闻媒体 他在报的时候 都会选择权选掉一些东西 那 就是面对这个状况 会有没有什么 建议说可以让这个 让民众思想觉醒的状况 可以持续到2016年 然后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因为现在有一些公民团体 在走体制内抗争 像是导国成帝 他们要用共同罚就共同罚 然后还有各安委的 活动之类的 那请问袁教授对于这个 比较 没有那么激进的 那个抗议活动 抗争手法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是指教 这样子 好 第一 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同学啊 这个 确实指出了台湾的 国家危机的一个紧迫性 我这个台湾生死书也是这样认为的 两六百天之内要签订 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了 那和平协议 这个历史上 共产党还签过一个和平协议 那是跟西藏人 可能很多朋友如果听过演讲的话 已经知道西藏的情况 但是我还是要简单的再说一下 当年啊 公产党告诉西藏人 你们只要交出自己的主权 我就保证你们的生活方式不变 文化传统不变 于是呢 达赖朗啊 就相信了共产党签订了这个 17条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签订之后 三年之内啊 共产党完成了在西藏全境的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部署之后 就立刻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 最为规模最为广泛的一次灭佛运动 当时西藏的七千多座寺庙啊 全部被摧毁 僧人被迫还俗 男女僧人被迫结婚 也就是西藏啊 沦为了一个用西藏人的话讲究黑地方 于是呢 在1959年 藏人被迫 为了反抗共产党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 被迫举行起义 全民起义 结果呢 共产党用几十万大军啊 把藏人的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 一千 一百二十万藏人啊 在那个1959年的前后被杀死 那直到今天 藏人还在啊 以整个民族的名义进行自焚 现在已经藏人已经有133个人自焚了 来为了表达他们最自由的渴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西藏人签订的17条和平协议 它导致的历史悲剧 我们台湾人还要重蹈这个负责吗 所谓的和平协议 一定是一中框架 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中框架的 它的军事互信协议也好 叫做和平协议也好 那在这里 台湾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法国的一个女作家讲啊 自由自由 多少罪恶假如而行 现在是和平和平啊 多少阴谋假如而行 所以对对这个 六百天之内签订和平协议 实际上就等于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六百天之内 把自由的台湾通过一纸协议 关进共产党的政治和法律的牢笼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我想啊 就像我们今天举行的这样的活动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应该要做的事情之一 要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研讨会 各种各样的 这个演讲会 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活动 让台湾民众啊 意识到已经迫在眉睫的国家大危机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自觉去做的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自觉的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整个台湾的觉醒啊 就不会太远 那那第二个问题的要点是什么 我知道 就是现在公民团体啊 有的在搞一些体制内的抗争 有的在这个搞一些体制外的抗争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抗争都要支持 只要它符合社会的公义 我们就要去支持 但是在这里呢 公民运动 特别是学生运动 一定不要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 一定不要让自己变成政客的附庸 如果公民运动或者学生运动 变成了政客的附庸 上失了台湾的主体性 那么这个运动就不可能是有前途 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太阳花学运也好 还是公民运动也好 现在最大的一个需要补足的地方 那就是要深刻的理解并表述啊 台湾所面临的巨大的国家危机 不能够只是就事论事 比如说福贸协议 福贸协议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值得学生要通过占领立法院的方式 来反抗他 因为他关系到了台湾的国运和国本 共产党的一个统战台湾的战略 向来是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 福贸协议一天定 那就是从爱国法到福贸协议 就意味着台湾呢 中共已经完成了把台湾的经济体 变为中共经济体附庸的一个全部的过程 福贸协议一旦签订啊 我那天演讲的时候就讲过啊 成千上万的中国的商号也好 企业也好就涌入了台湾 每一个商号都是一个统战单位 每一个商号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 情报部门收集部门 台湾将怎样自处 有的人说你这样讲是不是有点 夸大其词啊 怎么可能每一个商号都是一个客户 都是一个统战机构呢 那你就看最近啊 维吾尔人的反抗 迫使这个共产党是风声 搞的共产党是风声鹤唳啊 共产党在为了 搞这个防止维吾尔人的反抗 在北京啊 居然培养了85万个告密者 一个城市啊 有85万个告密者 可以想象吗 告密者 现人 这是世界上最无耻的职业 共产党要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无耻之徒 他们就能做到这个 当年我曾经讲过就是在1968年共产党对蒙古人啊 在内蒙古进行一次种族灭绝的大货害的时候 我曾经讲 我后来告诉世界说 当时几乎所有的蒙古人全部被抓起来 那美国的一个人就质疑我 怎么可能 当时蒙古人三百多万 怎么可能全部被抓起来 我告诉他 希特勒做不到 但是共产党就能做到 1968年的时候 共产党对内蒙古实行军事管制 学校停课 工厂停产 学校和工厂的那个仓库厂房都变成了 关押蒙古人的临时监狱 那一次的对蒙古人的种族大迫害啊 十万蒙古人精英被杀死 或者被被迫自杀 这就是共产党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这个福贸协议一旦这样签订了 它的背景是什么 知道吗 背景是共产党在国际上 国际的经济领域 不允许台湾和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经济体 签订类似的自由贸易协议 也就是它已经在台湾的周围啊 筑起了一个经济的柏林墙 要困死台湾 你只能 你一旦开放了 只有中共的经济体可以进来 因为它不允许其他的经济体和你签订类似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就丧失了保障自己经济安全的一个基本的防线 那叫做什么呢 就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其实西洋亚人最近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你经济上太跟中共近了 你就没有经济多元化了 没有经济多元化 这个国家就没有经济安全 所以呢 就是 目前的这个 总的状况呢 我觉得是 任何事情啊 都要 特别是公民运动 特别是学生运动 一定要把每一次运动和 台湾的国家危机联系在一起 只有这样的话呢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会既有原则又有具体的方案 才会有更好的社会效应 谢谢 请 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讲 那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 今天这几天张志军来台湾的这个动作 谢谢 张志军来台湾呢 在我看来啊 这就是 几件事了 第一件事就是 太阳花学运 重挫了共产党的 统战台湾的阴谋 共产党对台湾的统战活动 这么多年来 可以说是 亲门他户 无往不利啊 几乎没有 受到过任何的阻碍 没有遇到过真正的 挫折 比如说当年艾克法 那么多的台湾 台湾人反对 他最后还不是通过了 在野党没有办法阻止 所以在 在太阳花学院之前啊 几乎所有的情报系统给中共 提供的情报都是 六月底之前 福贸协议一定会通过 那么 福贸协议通过以后 就为啊 马习惠签订 一中框架下的军事互信协议也好 或者一中框架下的和平协议也好 就奠定了最后的经济基础 所以中共一直打的 这是这个如意算盘 难想到 平田一生 平地一生霹雳啊 太阳花学运崛起 几百个学生一占领立法院把 共产党这个统战的如意算盘就打破了 到现在为止这个福贸协议 也没有通过的可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四月份 这个习近平访欧啊 刚一回到北京 就是风尘仆仆啊 那就把 立刻把张志军召到他的办公室 臭骂了一顿了 这个在台湾生死书里 也有这个反应 他骂张志军是情况基本不明 情报这个这个事实基本不清 判断基本不准 耽误了国家统一大业 认为张志军是犯罪的 那这次张志军来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 他现在要告诉世界呢 我们不在乎太阳花学运 实际上他很在乎 他只是这个假装不在乎 因为他以前做过程度上半年要来台湾访问嘛 他不能说太阳花学运就阻止他来访问这个台湾 他认为这样会这个扩大了太阳花学运的这个政治能量 那这是第一个目的 打肿了脸充胖子 第二个目的呢 我估计是 我判断了是向通过王玉琪啊 也就是马英九的交出权力之前来举行 当然不会是今年 这是台湾来的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共产党一直在推行的一个统战阴谋叫做国民党的共产党化 民进党的国民党化 那他这次来就想搞一个民进党的国民党化 那么前几天我们都知道台南市长赖清德去上台访问的时候 极其勇敢的表演的 那是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有种的带种的台湾政治家 敢于在强权面前在人家的家里说 他都是台湾人的共识 敢于告诉他们台湾的命运由台湾人自己决定 而且不仅如此 他还勇敢的说出了对普世价值的理解 借助六四学运这个共产党的忌讳 他都不在乎 那么张志军这次来当然就不能去见赖清德了 他想通过这个陈局搞一个 至少是从形式上推动一下民进党的国民党化 那还有一个小的他们顺便要做的事情就是两岸互设办事处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服务协议通不过 中国的企业不能大规模的进入到台湾的社会 那至少建立一个半之处也聊胜于无 我想他这次来主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谢谢 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但是很重要 如果你要看袁光斌的那本《杀活》你就知道 在《杀活》里面呢 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基本上是把宗教当作是鸦片的 但是他们竟然有一个宗教局 这个宗教局的局长叫做叶小文 这个叶小文刚好就是台湾新人腰身的最好的朋友 那么叶小文为什么提到他 他就是策划第一阶段谋杀班禅十四喇嘛的这个重要的凶手 所以新云的好朋友是宗教屠杀迫害活教的凶手 那新云是什么角色 所以这个就是要好好的去揭穿他的底啊 而且我们要大声的讲啊 有勇气的知识文者应该讲 台湾应该推动一次解放神学的运动 中南美洲能够打倒这些专制的体制呢 就是来自于天主教的解放神学运动 台湾啊 我前几天一直在介绍那本书 阿斯兰的这本书 耶稣是革命分子呢 就是要推动基督教的解放运动 我希望活教的人站出来 社交模拟伙是完全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你想想看三千多年前 在种姓制度完全不公平的制度之下 释迦牟尼佛敢讲众生平等 那是何等的解放的神学 今天的台湾的老百姓被这些腰身 中国来的腰身 认为他们都有倒行非常高深 我告诉你 你们这些认为倒行高深的这些人 在我在文件会整理白色恐怖的时候 他们全部是特务分子 全部是军统级的这些人物 你知道吗 他们害死多少人 迫害多少人 你们晓得吗 这些真相要公布 所以必须执行转型正义 我在讲 下一次民进党执政 一定要彻底执行 这个转型正义 如果大家都怕死 这个任务交给我 反正我爸爸已经过世 我没什么后顾之路 纯水扁当初总统 唯一把绿岛人权园区 景美人权园区交给我 就是没有人敢担当 我把他担起来 还不是把他搞成了吗 当时我对着所有的军法官 一排 少将的军法官一排 我拨桌子一拍 我说韩国可以搞成 千多万都把他关起来 可以把他国安机长 逼人上吊自杀 台湾我不相信做不到 桌子一拍呢 一个一个屁都不敢坑吹一个 然后就通过了 但是我要老实讲 我拍到那桌桌子 把那个军法官吓住了 又通过那个法院以后 出来后我不断地站住 我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勇气 就是那些淹死的白色恐怖的 这些正义的台湾人 台湾省 附身在我身上的 他就是拼着这个 拼着一身寡 要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 台湾人才有机会 还有什么问题 来 请 很多人会被自由经济贸易区 这个字也给迷惑了 我还是很习惯 以我们台中为例 因为我们台中是 某些区域发展的很好 可是某些区域发展的不好 那海鲜 台中海鲜是区域发展没有那么很好地方 可能会有很多人盲目在 自由经济贸易区的迷思中 觉得说这样是很有发展 当然 当然 但试货的人都知道 那是 那是奸忌 那是一个新的租借 共产党租借 非常的非常的严重 这样子了 好 谢谢 好 这个我先回答 再给袁永彬回答 因为我是在地人 比较理解 我替台中感到担忧 担忧的原因就是说 照理说民调林家隆 应该是压倒心的 但是林家隆 忽略了一件事情 国民党 所有的决战 就在中台 中台湾 就在台中 台中如果他输掉 彰化他也会输掉 台中彰化输掉 2016年他很输 所以他绝对不择手段 用尽所有的手段 都要把台中 把它弄严 我去访问一个 比较 比较 有私交 而且比较有正义感的 国民党的议员 我给他讲说 台中这是选警 你看怎么样 他说我们会赢 国民党现在民调这么低 你们会赢 现在林家隆不是比较 上绝对的民调优势吗 但是他说 我们不看他的 我们会赢 我说台中的市民 如果选择林家隆 你怎么赢 你不知道了 我们就是会赢了 我再问他一句话说 为什么你认为你们会赢 所有的票投给林家隆 我都说你们也会赢 你不知道了 我们就会让他会赢 这句话我跟你讲是真的 我给林家隆说 他们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们要小心 现在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整个现在你看盖房子 台中盖的像样吗 台中需要这么多房子吗 但是你看看谁在炒地皮 谁在买房子 谁在干什么 他是就是 你不要小看胡思想 胡思想在这里搞了13年 黑白两道的第一关系 挂钩到什么程度 用这些经济的条件去挂钩 然后从这个经济条件挂钩 再挂到黑道 你会赢吗 所以那个国民党议员告诉我说 我们就是会赢 所以台中市的朋友 就是不要再被迷惑 台湾人到底是要自己的监督 还是要帮那些跨海的那些财团 这些走狗去帮他们打天下 要咳咳嘛 要咳咳嘛 台湾历史里面我们念来念去 林爽文的革命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啊 戴朝村的革命在这里开始的啊 在日记时代台中南是最有志气的啊 是文化协会的根据地啊 怎么见到台中南变成这样呢 所以大家团结起来 表现一次给他看 教训马恩九 票头林家龙 跟你走 谢谢 谢谢 今天教授来一个主演讲 然后我的问题是说 我会跟我这个 就是我这个世代 就是我们大概20岁这些大学生 那些年轻人 谈这些台湾独立的事情 那我问他们一件 他们普遍是偏向独立 但是又如果讲到说 我们可能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 他们会退缩 那针对这部分要怎么去催促他们 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完全不关心这些事情的 那因为来这里的相信是大家都已经有想过这些问题了 那有一部分人是不关心不想这些事情 我们要如何让他们觉醒 然后达到一个台湾共识 因为台湾自己内部也是朝来朝去 那我希望有些具体的方案来做到有一个台湾共识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注意见过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们今天也没时间把它全面的讲清楚 但是我7月27号我可能会讲一下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现在在整个大东亚地区 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抗中共暴政的鸿蒙 西藏的藏人 新疆的维吾尔人 中国内地的许许多多的政治奴隶们 澳门人香港人 再加上整个东南亚半岛和国际上的反抗中共的联盟 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对中共暴政的一个同盟关系 反抗它的同盟关系 所以事实上台湾现在面临着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 创建自己的国家 那么我刚才讲了 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明天就说我们就要是占领什么地方 我们就宣布要建国了 这可以吗 这不可以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任何一次革命 包括这次将要发生的台湾的茉莉华革命 也就是国家正面革命 都一定是强权者逼迫出来 而强权者一定会要逼迫台湾的 就像刚才那个女同学已经讲了 人家已经想着就要公开讲六百天 就要签订一中框架协议了 当他逼迫的时候 举行这次国家正面革命就有了正当性 就会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所以我想这个时机的选择强权会交给我们 只是强权逼迫到头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胆量 勇敢的站出来 实现台湾人四百年来的一个梦想 就是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而民主的独立的国家 谢谢 这个我补充一点 大家一直以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美国是全体一致反抗英国的统治 其实不是这样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当时的大概的名义是三分之一的人战胜独立 三分之一的人不战胜独立 而要奉这个英国的女王和英国的国会为政策 三分之一的人没意见 最后是三分之一坚决要独立的人掀起了这场战争 最后得取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这中间当然有很多中间摇摆不定的人 因为在战争的过程里面 渐渐的认同美国 让美国取得独立 所以独立的观念 不是用现在选举的观念 叫做过半才会独立 不是这样 历史的一个因缘如果引发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气势的来源 是你想象不到 如果要用这样的过半的观念去讲 孙中山根本不可能革命成功 孙中山几百个人 怎么革命成功 但是买清政府就是被关掉了啊 孙子孙子是这样啊 所以呢 真正的革命事业和选举的过半数观念 都只要拆开 这个观念是一个迷思 任何一个社会有见解有勇气的人 都是少数的人啦 大部分的人都要改变自己 适应社会 只有伟大的人是要改变社会 适应我们的理想 所以肖伯纳讲 那些 不是实物 要改变社会 走向理想的人 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英雄啊 剩下的都是一般的庸才而已 所以要有这样的体悟以后呢 你做事情才会有决心呢 那么刚刚有同学讲 现在呢公民运动有分成基金的人 军团比较温和了 基金温和 我告诉你 以色列独立的时候 有十个派系啊 但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以色列人要建立一个国家 我的舅妈就是犹太人 就了解啊 这个方向他们没有 没有什么起见 美尔夫人当时是 啊 創立以色列的重要的分子之一 他也不过是十几个委员会里面的一个人 但是呢 他要 让以色列独立的时候 他只身上带了一百块美金 一只牙刷就回到纽约去了 然后呢 召集了犹太人 纽约的犹太人 我的舅妈就是纽约的犹太人 来 现在我们要建立国家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武装我们的部队 要有武器 现在我带了一只牙刷来 但是呢 我不是将来要你们的钱 就是现在要你们的钱 一个礼拜以内就要你们的钱 结果呢 以色列人捐了多少钱呢 接着五千万美金一个礼拜里面 五千万美金当时多大 他带了五千万美金回以色列 武装了以色列第一个部队 再过一年以后 正是独立了 阿拉伯人要围攻他 他又到美国去演讲 现在我们要保卫自己 成立了脆弱的国家 我现在要钱 就是现在 你知道他募了多少钱 募了五十亿美金的钱 回去建立了以色列 这是犹太人 台湾人要看起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这个力量 犹太人的信仰 犹太人的坚定要建立国家的信念 台湾人要学习的这个 不要去点人头啊 所以第二个 温和派的怎么处理 我刚刚和许世凯先生做了访问 我们这些老人还有用啊 但是我这里宣布 新的时代开始的 年轻人这么勇敢 这么正直 这么在太阳花里面 确实他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不如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里宣示 和许世凯先生一样宣示 我们接受你们领导人 年轻人你们来引导我们 我们跟着你们走 在后面保护你们 但是呢我们也有责任 我们要认清楚事实 年轻人有勇气 有道德 有正直 没错 但是他们缺乏国际关系 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们这些人要放弃在当官的 根本要放弃这个观念 冲冲彻底放弃在要当官的这个观念 而是要为建立一个台湾的永久的国家来努力 把这些年轻人 你在日本有关系的 整对带去和日本的媒体对话 改变日本媒体的意见 改变日本国委员的意见 和美国有关系的 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美国去 像我和苏联有 都比较有关系 我带你们到莫斯科去 这样子让年轻人的影响力到每一个国家去 这批年轻人就是代表台湾的声音 让新的台湾的声音 而不是那个老的台湾的声音 在世界传播出去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